找一个会转穿的南瓜 去皮切成薄片 进锅蒸熟 加一勺白糖 压成泥 加糯米粉 揉成光滑不黏锁的面团 压成掌心大的圆饼 放入豆沙馅 团成圆球 用牙签压出花纹 中间放入一个枸杞点缀 进蒸锅 上去蒸10分钟左右 时间到出锅 好吃的南瓜豆沙包都做好了 这样做简单易学 感觉有十余的热铁 可否给小侠一个免费的双击加关注 每天为大家更新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感觉有十余的热铁 快来试试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